今年十月份精英奖将双杯的观众喜爱的男演员奖颁给李一峰,观众喜爱的女演员奖颁给迪丽热巴,并且还给了漂亮的李慧珍,颁了优秀电视剧奖,一时从电视剧领域三大奖之一轮为全网春潮。 这两年来,尴尬的颁奖领越来越多,曾经代表实力象征的奖项也越来越水,只是门尴尬成精英奖这样的,还是很少见。 不过,11月9日,举行的第24届华冰奖颁奖典礼,终于取代精英,成为最尴尬的颁奖礼,因为名字看上去实在太大气,而且每届都有很多明星同场,所以很多人一度以为,华冰奖,是跟三大奖差不多的含金量很高的奖项。 直到2016年,因为网卡凭借伪装者和狼牙榜,Google一起提名最佳男主角,引发轩然大波,正午良光影业官方要求华冰奖道歉,网友开始发提这个奖项,华冰奖宣称的活动支持机构,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,公开发表趁跟华冰奖没关系,大家才突然发现,原来,这是一个皮包公司,搞得连野鸡奖, 都不如个三无奖项,所以,华冰奖的创血盲昆才,可以甜不知识地回应,我没错,是卫装者剧素搞错了,他们没标明角色主次,误导大众,大众,别代表我们好吗? 所以,2018年第20日期,华冰奖在公布提名时,把李光杰的角色搞错,就一点都不意外了,在和平半变中,李光杰明明是双男主, 并且是伪装成反叛的正方卧底,结果华冰奖却公布,他凭借这部剧,入围了最佳男配角,还说他这个反叛演得多么多么好,明明是因为,正常的奖项,一般是由剧组来报送提名演员,主办帮来筛选,而华冰奖却是自己自主巴拉演员来安排入围, 而且连功课都没做好,主配角,正反叛都分不清,试问,明显连剧都没看完甚至可能没看过的主办方, 怎么去评价演员演技的好坏,还去此来颁奖,如果这个还只是小尴尬的话,那把男主角搞错,才是真的大尴尬了, 10月22日华顶奖,公布入围名单,当时各媒体发布的中国近现代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入围的有张夺,祖风,陈晓,张露依,雷佳音,可是第二天却删除重发,把陈晓改成为颜逸昆,不管是最开始写错了,还是提名后又换人,这种改提名名单的三套作,还真的是很少见,换人也就算了, 后续的投票中,明明一直是颜逸昆,到了正式颁奖的当天,颜逸昆的粉丝都去了现场,结果现场播放入围演员的视频时,却又变回了陈晓, 战情是因为最终得奖的是雷佳音,剩下的不管是陈晓还是颜逸昆都不重要,所以主办方连视频都随便弄弄错了都懒得坏, 颜逸昆本人当晚就发微博艾特勒华顶奖,说不知道怎么回事,经纪人晒出了与华顶奖沟通的记录,对方说会给大家一个交代,然而至今还没有任何公开回应, 就是这样一个美气必出妖蛾子的野鸡奖,为什么那么多明星还要去捧场呢? 因为演员太多,奖项太少,就算是野鸡奖,也是能拿一个算一个吧,尤其是对于演技不怎样,还没得到烈可的新人, 只要有奖杯,管他水不水总之都可以吹,比如说,这一次吴锦炎凭借延续攻略,拿到中国古装题材电视剧最佳女演员奖, 而同时提名的还有杨妮、杨子、马思纯、妮妮,哪个都比吴锦炎有名但哪个都没来,可吴锦炎拿奖, 啦,是不是就可以吹演技掉大金嘛以后,不然于正怎么会有脸发这样的朋友圈? 巨星啊,大概就是个取所需吧,明星来给主办方捧场,主办方来给明星镀金,来得明星越多,这金字也就越闪亮,还记得吗? 这样一个一年搬四次,在2016年因为伪装着乌龙提名事件,被骂得躲到澳门去颁奖的奖项,2016年把市地税后搬给黄博和马依利,2017年把市地税后,搬给了李一峰和唐燕, 当时网友还称李一峰和唐燕该莫在地后,因为大家都以为这么尴尬的奖,以后应该不会再办了,没想到,只要不要脸,就能永远办下去。 今年的市地税后是江嘉义和陈树,如果说当初黄博之所以拿这个奖项,是因为他已经拿过很多电影奖,却为独上一个电视奖认可的话,那么飞行精英白玉兰,早就大满怪的嘉义大叔,到底是图什么这样子降身奖去拿这个颇奖呢? 要知道,当天的颁奖礼上,负责把中国古代题材电视剧最佳男演员的张志坚老师,也就是人民的名义,中的玉良书记,直接说获奖的演员没来,按照华帝奖的规则,这个奖空缺,然后就走人了,连获奖的到底是谁都没说。 搞笑吗?尴尬吗?这是创世人王宽当时自己说的,不来就不及奖,其实还有一句没说出口的潜规则,来了就及奖。 对,只要你愿意来,绝不会让你空手,临时造个奖也要颁给你。 所以这种奖项的意义在哪里呢?并不是真正嘉奖有实力的演员,而是顺我者昌,你我者亡,来就有奖不来就没奖,像这种垃圾奖项,真的是要趁早关掉的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